女孩为了变得性感丰满 她每天睡觉都躺在棺材里 家里打电话催促她翘课 为了就是让她回去捉鬼 此刻家里一个凶神恶煞的疯子 正手舞足蹈地挥动着大刀 但当疯子看到女孩的那一刻 她却突然安静了下来 吓得节节后退 女孩用手摸着疯子的额头 眼睛一闭就开始释发 随后疯子就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疯子去灵堂头共品 因此才被鬼怪附身 但是小雅一点都不爱捉鬼 她热爱科学酷爱学习 但是养父金老师却说 她是天生的通灵者 生下来就是为了普度众生 而她每天做的最多的日常 就是帮人补挂算命 苦里小事 连40岁的大妈至今单身的问题 都来找她帮忙处理 小雅只能不耐烦地叫她去婚介所试试 但是为了维持寺庙的经济来源 养父急忙教住女人 给她推销了一款 能迷倒万千猛男的香水 就在要收工的时候 小雅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她是当红女明星 经纪人告诉小雅 女明星在录音时 会听到其他的杂音干扰 演唱会时现场会突然断电 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不太好 小雅眼睛一闭又开始吃法了 她看到女明星身旁 有一个刚去世的女生 说话很温柔 并让小雅代为转述 让女明星要照顾好自己 女明星当场就反驳小雅 因为她的母亲 去世全世界都知道 但是她和母亲的关系 却一直不好 所以她认为小雅 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 但是下一秒小雅却说 女明星听完这句话 当场就愣住了 随后就匆忙地离开了现场 但是几天后 女明星又独自一人 来到寺庙找小雅 这一次 女明星坦然地面对了一切 原来女明星在读书时 曾经和一个女孩恋爱过 两人都酷爱音乐 但是女孩后来患上识管癌去世了 女明星因为工作原因 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而女鬼之所以多次破坏女明星演唱 是因为女明星因为这件事一致愧疚 演唱会上并没有全新表演 女鬼生气她这样的行为才一直捣乱 最后女明星在寺庙 给女鬼唱了最后一次歌 而女鬼此刻也突然出现在女明星的身旁 在投胎前给了女明星最后一次吻别 所以我们是一个人的女孩 我给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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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了你